文教基金會 第九屆 第一次董事會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今天舉行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第九屆 第一次董事會 我在這邊要代表新境界基金會 感謝各位董事 有幾位董事一起來參加我們今天這一個記者會 也同時要藉這個記者會來感謝我們新境界的這些董事 願意來參與公共事務 為臺灣的社會來貢獻心力 那麼這幾年來臺灣是面臨內外部的挑戰都非常的多 那我們也面臨了很多綜合性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前需要有龐大的政策的能量 那麼綿密的政策延齡的過程 才能解決當前我們所面對的急迫的問題 那麼也因此在這個很艱難的時刻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人來參與我們的討論 讓我們在政策思考上可以更完整也可以更細緻 我們這次董事會的名單除了原來政界的有一些先進以外 我們也增加的來自於產業界 社運界學術界還有新媒體文化學術界等各界 都是具有影響力的專業人士 那麼在前此我想各位媒體朋友也都知道 新境界董事會長久以來都是由民進黨的中常委來擔任新境界的董事 那麼這一次是我們第一次試圖的做一些改變 讓我們的董事會由來自社會不同的部門 具有代表性的而且有專業而且有影響力的人士來擔任 那麼也就是主要的就是要讓強化我們跟社會的連結 跟我們在社會的問題的了解更深的層次 所以我們也深刻的感覺到說政策的嚴禮的過程 我們不能夠閉門召聚 要充分廣泛的跟社會社會來溝通對話才能凝聚有利的共識 那麼除了這一份在我們看來非常多元的董事名單之外 我們還要強化新境界基金會 讓它成為民進黨與公民對話的一個場所 也是一個我們向社會開放的一個平台 那麼透過新境界 我們希望能夠積極的啟動跟其他民間智庫的合作 也要讓跟公民團體有更廣泛的對話 讓各界跟社會的進步期待 變成具體有利的公共政策 那麼其次我們也希望要延攬更多的學術界 15屆的年輕優秀的人才 那麼透過注入心血 讓我們新的思維跟創意 能夠注入在我們這個公共政策的領域 那麼同時我們也要跟產業部門有效的連結 增加在財經產業相關政策上的能量 那我想各位也看得到我們董事名單裡面 很多是來自於產業跟財經部門 那麼未來還有很多的挑戰 等著我們去克服 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來完成 那麼這一次我們董事會可以順利的改組 那麼我們在這裡要再一次的感謝我們董事們 願意來參與 那麼也請社會給我們參與的這些董事們 給予他們一個鼓勵 那麼如果台灣社會給做事人有更多的掌聲 讓更多人願意出來為公眾服務的話 我們就可以集結更多的力量來為台灣努力 那我也相信只要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就可以給台灣跟我們的子孫 帶來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那麼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今天我先來介紹在座的 在座右邊是第一位是王振華王董事 那王董事他是以前原來在廣達做過總經理執行長 那麼目前是在有投資在一個美商公司 是做科技方面的投資 那麼他對公共事務非常關心 那麼我們也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能夠邀請他來一起參與 政府機關工作的必須要有一個同意的喊 才能夠擔任董事 那麼施教授他曾經在政府機關也有很好的資歷 那麼過去在小英教育基金會 我個人在那邊擔任執行長的時候 那他也給我很多幫助 給我在很多政策上也提供很多很好看法 那麼這次很高興有機會 那麼來擔任新進階文教基金會董事 相信他可以在這方面呢 能夠繼續給我們很多支持 那麼再過來是 就是鄭英耀鄭教授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的教授 那麼鄭教授在對這個 他在對教育方面的這個領域 其實是我想是非常的熟悉 那我們希望接種他的專長 不只在教育方面 是因為他在中山大學 對於這個南部的地區的一些想法 社區的發展 或者說是這個就是 有些將來這個這個 這個國家發展的區域平衡等等的 都能夠提供一些看法 給我們做參考 那麼再過來我左手邊 第一位是黃書德 黃董事 那麼黃董事 他是祖父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的常務董事 那過去長期以來在這個有關環保 那麼以及這個就是消費者權益方面 都有很多的這個貢獻 也非常有經驗 那麼我對他了解是在我們到花蓮 曾經有開過一個論壇 是討論有關這個有機的這個農業的發展的部分 那麼黃董事在這方面也給我們很多這個指導 那我相信未來我們在這個基金會的這個 這個有關政策聯益方面 他也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幫助 再過來是我想各位都認識 就是我們的顧大律師 顧立雄顧律師 顧董事他是在萬國法律事務所工作 那麼也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董事 那麼我們也了解就是顧律師對這個司法改革人權 這方面呢有很好的見解 那麼也長期以來呢也跟我們有一些合作 那我相信他在新界維交基金會 將來會繼續給我們很多指導和貢獻 那麼最後在最右邊這位是黃玉珍 黃董事黃董事他曾經在民間企業擔任過很高的職務 那麼以前是在石化橡膠業非常有名的 在業界我想相信在石化業很多的這個大企業家 都是對他非常的尊敬 那麼他現在是退休做台灣厨於堆肥推廣協會的召集人理事長 那麼同時他也很關心台灣的這個石化業環保 以及這個一些這個人員再生利用等等一方面的問題 那麼他在我個人在小營基金會之後呢 他在已經幫我們做了很多有關政策的這個眼裡 那麼這次高雄的這個氣爆事件呢 我們也特別拜託他去這個就產業未來的這個發展 以及這個有關的這些問題 要如何去這個有一個大的架構 去看這個問題提供一些見解 那他也跟業界以及跟這個 對於這個未來這個要怎麼去處理 其實他有一些很好的見解 那麼我們將來新基地文教基金會 除了他擔任董事之外 我們也會希望有一些個別的一些這個研究案呢 還是希望他也能夠給我們一些參與和指導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我想我們基金會還有一些其他董事今天有來參加 但是並沒有出席我們現在這個記者會的包含 我在這邊逐一的稍微這個點名一下 一位就是王榮章王董事 那我相信各位都是了解 他是財政聯盟的秘書長 那麼另外就是何飛鵬 那個何董事 他是城邦媒體集團的首席執行長 也是台灣數位出版聯盟的副理事長 那麼再過來是陳盛德 陳董事 陳董事是現在是著義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那麼以前曾經在中興金控 以及在這個花旗銀行都擔任過 這個總經理或者這個相當高的職務 那麼在金融圈是非常的有影響力 那麼再過來是吳煉真 吳導演 吳董事他是導演也是作家 那麼他因為出國的關係 今天沒有辦法來參加這個我們的董事會 另外就是平路 平路董事他是小說家 也是專欄作家 是非常有名的 他今天有來參加會議 不過是因為我們的記者會往後延的 所以他本來是答應可以參加 所以就必須要提前離開 那麼另外還有一位是吳英玲 吳董事 那麼他也是在政府機關做事 也是報導文學的作家 那麼相信各位 也對他應該有一些了解 另外還有一位是陳正然 陳董事他今天有來參加 是那個比克邦的這個執行 執行董事 那麼過去曾經主持過班淑騰 所以大家對他應該也相當熟悉 那麼還有就是那個林萬億 林教授 這是我們前任的執行長 那麼他也來參加會議 但是沒有參加我們的這個 這個記者會 我相信應該是有事情 所以提早離開 那麼還有就是胡勝正 胡院士 胡董事 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那麼他對我們的基金會 我們長期有合作的關係 也是在政策上給我們很多貢獻 再過來是這個 就是有關幾位有黨職的這個董事 一個是民進黨 中央黨部秘書長 吳釗燮 吳秘書長 還有就是立法委員 柯建民 還有立法委員段儀康 另外就是民進黨的中常委 前行政院長 謝堂鼎 這是我們這個 目前這個基金會的 現在的董事名單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想基本上 我們希望這個 這次董事 因為有不同的領域 那我們也希望他這個 在未來 在這個基金會的運作上 能夠給我們一些 就是做一些這個 等於是多元的一些思考 讓基金會能夠更獨立 也讓基金會跟民進黨之間 是有點區隔 不像過去認為基金會跟民進黨 好像就是變成民進黨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不希望我們基金會 是一個獨立的財產法人 他們應該有獨立的政策研究思考 他們應該走大的政策方向 來思考國家 未來發展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問題 同時也從事有關的社會教育 相關的一些文教活動 這是以上的這個簡介 謝謝